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项是要我们去养育关系 第二项是爱心和关心 第三项是尊重彼此 在这三项关系里面 在这三个指点里面 或者说在这三项心理里面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层次的 我们管这个叫做层级 层区 第一层就是照顾 第二层就叫做关心 第三层就叫做尊重 我们在孩子的教育上 需要我们在不同的时期 要有不同的层区 要跨过不同的层区 就主体要在不同的层区上 一开始的时候是照顾区 照顾层 然后是到关心层 然后是到尊重层 那所谓的照顾 有对弱势的部分 我们管它叫做腐蚀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关系上 要想和对方真正的同在 在关系上我们要知道 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照顾的 我们要找到那个需要 对方需要的时候给予照顾的机会 这个是建立良性关系非常重要的部分 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 亲密关系 人际关系 同事关系 客户关系 都是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层级 就是关于关心的部分 关心的部分 我们重点要看目标是什么 这是围绕目标的爱 才是真正的爱 才是有效的爱 才是有效的关心 如果不建立在目标的基础上 我们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都有这样的误区 就是对他好 那个对他好就是爱 什么是对他好呢 对他好也许很多时候是在照顾这个层面里 他不是在关心和爱心的这个层面上 关心是平等的 刚才我们说了 照顾是照顾是俯视的 关心是平等的 尊重呢 就有一点仰视了 尊重就有一点仰视了 所以 其实我们在心态上 和外界的关系上 外界关系的心态里面 需要有各种视角 也就是有的时候 你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弱者 比如说老人 我们讲老小孩小小孩 有的时候老人呢 你也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弱者 就是他们年纪大了 身体可能需要你照顾了 有的时候我们做子女的没有意识到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也经常有碰到这样的客户 前面也举过例子 就是家人突然离开 父母突然离开 就是其实我们做子女的在这个部分里面 是关心是不够的 或者说照顾是不够的 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 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 他们还是很强大的 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父母在很多孩子眼里是这样的 就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个时候是需要照顾了 所以对他们的照顾是不够的 没有去定期去做体检 没有去关注他们身上的一些伤痛 因为人到年纪大的时候 身体上就会或多或少的 那个器官的老化呀等等 都会出现一些状况 那天我在出去 在路上 我在后面 我其他家人在前面 我就看见我妈妈的那个腿呀 开始有一点弯了 就是走路的那个步伐也没有那么绝朔了 就是明显的这个年龄所带来的 这个器官老化的这个部分 出现的症状 然后他呢也会 就是他觉得很正常 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身体哪一个地方不舒服啊 没牙疼啊 然后那个腿疼啊背疼啊 他觉得很正常 他有的时候也把自己看作是 壮年时期的那个状态 他也不会去体贴自己这个部分 照顾自己的这个部分 所以还需要我们去在这个层面上做一些事情 就是要在这个层面上可以做的范畴 然后当在孩子成长起来成熟之后 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要关心和尊重啊 更多的要在这个层面上 我前几天看那个纪录片 昨天是 是昨天还是前几天 4月13号的时候 4月13号的时候呢 那个湖南呢 有一个 有一对这个通行链 他们呢在法院里边就开庭 开庭的时候呢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他们是去告这个民政局啊 告那个婚姻登记处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去登记 要登记结婚 然后这个民政局的人给他们的回馈 是没有这项业务 说这个结婚要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 不能是同性来来领这个结婚证 然后做了一个纪录片 就纪录他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 其中有一个呢是保安 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生 这个大学毕业生呢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发现他喜欢这个同性 然后到14岁的时候 他就出柜了 可能有些朋友不了解 出柜是什么意思啊 出柜的意思就是宣布 他是同性链的身份 他就宣布了这个身份 后来这个他在这个学校里面 就会经常参加一些同性恋爱的公益活动啊 然后也在长沙地区很有名气 他的这个男朋友呢 是一个保安 是在很多城市生活过 年纪比他大一些 那么他他们两个开始这个恋爱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男朋友带到家里面去 然后他父亲就崩溃掉 就是不能接纳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接纳这件事情 跟他发生了非常大的矛盾和冲突 后来呢 还好他母亲接纳了这件事情 并且也做他父亲的工作 这个他的男朋友就住在他们家里面 他们两个谈了 有可能有两年 一年多的恋爱 然后就要准备去结婚 去领结婚证之前要怎么样 要照结婚照的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去拍结婚照 他去了之后呢 就跟那个拍照的人说 我要拍一个结婚照 然后那个拍照的人就愣了说 你自己来的怎么拍啊 他说我跟我男朋友拍 他们两个都是男的嘛 在外人看来啊 然后那个就很那个 很那个那个 很不自然的当时那个表情啊 然后就帮他们拍了结婚照 他们拿这个结婚照呢 到民政局去登记的时候呢 他也带着这个婚姻法里 婚姻法的这个书去的 说书里面并没有说 两个同姓是不能够 结婚证的 他们就以此为这个 为这个 起诉的条件 起诉了这个民政局 当然我不知道后来这个结果 就是到民政那边 人家法院到底是怎么宣判的 当然可能现在这个阶段 在国内的话 还不能支持这样的状况 而事实上 中国现在有大量的 这种 这种叫同性恋的人群 然后这个 首先是说 如果我假设 我当时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 我跟我太太讨论 我说 如果我们的孩子 未来是一个同性恋 那我们能不能接纳 当然这是一个假设 未来是有任何可能性的 对不对 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个部分 能不能接纳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和我们刚刚谈的 那个话题有关系 就是关于尊重彼此的 还有这样的群体 那么也因为很多家庭 社会不能接纳这样的一个群体 造成的恶果 其实有很多男同性恋患者 不叫患者 男同性恋的人 他们呢 这个 都正常的结了婚 结了婚之后呢 要了孩子 据这个数据 新闻上的数据 看中国有两千万这样的家庭 叫做同妻 同性恋的妻子 他们是没有家庭生活的 没有爱的 有的是为了要一个孩子 有的呢 就是为了让社会 看待她是正常的 有一个婆婆呢 就不希望 她的这个儿媳妇 跟她儿子离婚 说你可以在外面 找一个男小三 就用这样的方式 她不希望别人 用一样的眼光来看待她 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她自己没有尊重 她儿子的选择 没有尊重这个孩子的选择 我们前面所谈到的 所有例子 可能不足以让我们去体会 什么是尊重 就即使她是这个样子 我们能不能够去接纳 甚至是尊重这样的选择 尊重她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个就是她 她就是这样子 我们能不能尊重和接纳 这对于每个人来讲 我想都是一个拷问 如果我们的孩子还小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拷问一下自己 我们能不能做到 我们是不是能够 像照顾我们的孩子一样 去尊重他们 尊重他们特有的那个部分 也许就像我刚才描述的 她是一个同性恋 也许又或者是别的 我们还能不能把爱心和关心 交予到他们身上 这对于父母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尊重 没有这个层级的部分 其实你是很难构建一个 有能力的一个团队 因为没有尊重 你只能去带领那些小弟 余世伟的培训里面曾经说过 就是老大100分 高层80分 中层60分 然后基层40分 那这样的团队能创造出什么来呢 创造不出什么来 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 特别是当你是一个企业负责人的时候 你要考虑一下 你有没有尊重你的那些员工 有没有关心 爱护你的那些员工 而不是单纯的只给他们发薪水 发工资 那就是真的变成 至交事业 就变成初了 谢谢